你睡得像死 差不多也是景气波动的一个循环 到了一个高点往下修正 那台股从2008年到现在 大概快走了七年多了 所以一般认为说 因为钞票也印的差不多了 景气也面临一些瓶颈 大家认为会不会开始走一个 可能会做一个中波段的修正 真的是受到风暴味道吗 台股缝气魔咒 从过去历史经验来看 朗江01年全球股市崩盘 台股从10393点 跌到3411点 7年后2008年次贷风暴 台股从高点的9303点 再跌到3955点 今年又是7年轮回 台股从4月份的1014点 一度跌到7000点关卡 最近总算重回8000大关 因为这一波 全球股市的中流砥柱 也领先全世界反弹的就是美国 如果美国能够持续做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反弹的走势的话 台股基本上应该有机会 站稳到8000点 台股走势 今年算是全球最弱势股票之一 高点回挡26% 幅度排在全球第六 邻近的日本和韩国 都比台股稳定得多 会不会重演七年魔咒 产业和景气发展 依旧是接下来观察的重要因素 三连旧我们回电视频 回到